你好,欢迎收看10月1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在县府大理堂举办了花联产业创新趋势 及花联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签约及管理作业说明会 交其产官学等地方工协会代表来参加 一起分享花联近年来产业创新趋势 也提供给各界和企业来做参考 接下来,许说会表示,花联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从103年启动,至今共有208间厂商参加 共计有76间厂商得奖或奖得到经济部与县府补助 并表示,自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立以来 青发中心执行长明亮正与公车会总干事张福斌 吸手推动产业创新转型 其中仅今年就有55家参与竞争 更有来自花联深耕的外国人参与 呈现花联创新能量蓬勃多元发展 认识总干事跟着明亮正一直不断地往前去推进 跟地方的中小企业的连结 还有我们自己的返乡的亲民 以及地方的业者 不断地让我们的产业转型 然后升级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花联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做 就像说我们的有机农业 一级生产、二级加工、三级休闲 然后怎么样把它产业连结起来 不只是农业、不只是农业 农业可以是加工的产业 更可以是观光休闲 这是一个从点到面到片 到整个一个产业链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青年的提案 然后协助他 从他担这一个产业创新的提案 然后变成一个上中下游的产业 再加上我们企业的联盟进来 让我们年轻人有第一桶金之后 他可以链接其他的周边 然后成为一个产业 所以在这里 真为要谢谢我们青藏中心 在这两年不断地做了很多的大师的讲座 更有在这一次疫情 我们开启动了那个好学校 让很多创业的年轻人 其实在成本的试算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水利表、财报 没有办法去评估自己的本金 或者没有办法去评估自己 我到底要做多少钱 要赚多少钱才能打平我这一家店 所以从这一今年 我们开设好学校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就发现 其实他要先会成本会计 先会读懂财报 才能开始让他的营运慢慢有目标 而且他们投入多少资金 他能够进行分配 广线青年办案中心执行长 明良真表示 过去花林现实申请多次 以创新农业以及智慧旅游议题为大宗 今年因疫情以及全球暖化等因素 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企业纷纷朝向智慧应用 绿能科技、情绪应用等议题 提出优化以及解决方案 并且针对产业创新议题 也比往年更加火弱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